做这样的事情很多人是不理解的 当时的老城区是可以说是比较凄凉的 潮州近年要一年是吕泰华侨的后代 他是商界弄潮儿 年轻有为 事业有成 但他又像生活在时光隧道里 不断找寻往日时光 潮州老城里的一座古宅 背后是潮汕人闯南洋 帆补丧子的真实记录 廖一鸣就在这里出生长大 老宅曾有八间房 最多住过二三十人 但随着时代发展 亲人各自成家远走他乡 老宅逐渐败落 1956年的时候 我爷爷是在泰国的华侨 他当时就寄钱回来 买下这个宅子 像我是在这个院子里面出生 长大 成家立业 所以对这个房子是很有很深的这种感情 其实最初的那种就是最简单的 最朴素的就是我要把这个房子保护起来 用我的方式把它保护起来 据介绍 这座名为大福地的宅院始于清朝中期 廖一鸣既为了守护家族历史 也为保护文物建筑 他花费巨资 请来老手工艺人 将这座木气沉沉的古宅 扶取尘土 当时的改造还是一种修旧如旧的方式 把很多传统缺失的一些嵌石啊 木雕啊 用一种传统的工艺去给它修复起来 展示它原来的一种面貌 如今旧石老宅焕发新生 许多古老的设计和细节重新被还原出来 而一同被保留下来的不全都是珍贵文物 还有属于廖一鸣自己的质朴而独特的记忆 当时我们这个石头是有缘故的 就我们的那个门 原先那个门轴已经坏了 所以那个门老是要关起来 所以我们那个是算一个垫脚的一个石头 垫门的一个石头 但是修完之后就这种功能就不用了 因为这个房子 大家怎么说呢 都是见证了这个房子 就是它的历史 是吧 你不能说别的都修好了 就它这个也是算是有功劳的 你把它就扔走嘛 所以当时就给它做了个底座 感觉寓意还挺不错的 有点那个日出东方的那种感觉 潮汕近年来加强发展旅游业 调一鸣将改造后的老宅开成民宿 让游客住进古香古色的潮汕民居 利用人气活化老宅 要一鸣感叹 不少从海外回来探亲的华侨客人 因为院子里的装饰布置 换起了他们的儿时回忆 对于在外闯荡的潮汕人来说 老宅成了一份回忆和寄托 包括还有一些华侨来了这里之后 我们在闲聊的过程中 他说他也想找他的亲戚 但是已经没有任何信息了 那我当时我就问他说你有什么线索啊 他就说他是住在什么安部啊 什么哪个地方啊 我刚好有些桥连方面的一些朋友 我就帮他找 后来就真的是找到了 所以他其实来到这里之后会勾起很多人 特别是海外华侨的这种家乡的这种感情 其实我觉得像这种老民居老房子 他其实对于这些外地漂泊的人来讲 是一种感情的一种寄托 对寄托跟联系 修复古宅可以保留家族记忆 而要保留地方文化传统 这位桥乡青年又再进一步 他将一栋荒废的棋楼改造成茶馆 茶馆里有功夫茶 有潮剧表演 还有创办者最珍惜的那些童年味道 你看然后我们还有潮州的公煮茶 加上这些小点心 这个也是承载了很多老一辈人的记忆的东西 这个小时候就是要华侨带过来 才能分几颗的 叫罗逼 我们叫罗逼 我从做客栈开始 其实我们的最核心的东西 就是希望我们传统的这些建筑也好 生活方式 潮剧艺术 能够传承下去 想做的是把潮州的这种生活 这种好的东西传递出去